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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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 小娘子 怎么又是你啊 这回不撞弄掌柜了 那全家几十口子人等着吃饭呢 你就把自己当个精光能够吃几天 别着急 掌柜 你行行好多算一点啊 好 我看看 姑娘 你看一百二十文可以吗 谢掌柜 好 今年的新米 大米 今年的新米啊 包夏 你去买也好 最也罢 赶紧弄一张桌子跟一张椅子来 不回桩子了 不回 我去买一些红纸跟笔墨 过了明天就是圆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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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点 嗯 嗯 嗯 这是干什么呢 哎呀 这小娘子 找得到挺水的啊 哎呀 我认得她 她不是花家那个小娘子啊 那天她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 花家 我瞧得真真的 哦 我想起来了 就是被抄家的那个花家呀 对对对 没错 一门四镜式的花家 就是她 这是要干什么呢 哎 这是 原来是在画桃符呢 哦 桃符啊 可惜啊 我家今天的桃符已经挂上了 我说小娘子 您这光写字哪吵啊 就是 还有没有什么啊 别的绝活 一并亮起来 跟我们大家伙瞧呗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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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你亮吧 唱唱啊 会不会啊 你这小脸蛋儿 小身子啊 嗯 嗯 跳舞啊 成不成啊 是啊 不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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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回去吧 我天天饿死 我也不想受这份委屈 咱们凭本事赚钱不丢人 继续摸 大家说什么事吗 这害羞 上司有大型 就是 你可说 原日快到 陶符 这陶符是什么呀 小娘子 你给我写写看 这陶字怎么写 这符字又怎么写 你怎么写的买成桃符啊 趁早滚原点 哎呦 这嘴还挺烈 你何必听啊 我说 再写个让大伙瞧瞧呗 是啊 让我们瞧瞧 瞧瞧呗 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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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哪来的这 论比微薄 我娘子不气 这什么 论比微薄 我娘子不气 郎君想要什么字 任凭一样子做出 任凭一样子做出 悬鱼何处 悬鱼在下书房门口 真 真 这写的 什么写的 写出什么 查查 别说写的还挺好啊 还挺 还挺 走啊 还挺好啊 有 Putin 好记 好字 气象何等状段 不好 落比更有二王之分 郎君过奖了 德蒙娘子不拎 下次莫渴 在下仰山清饭 三山不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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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玩意儿呢 你怎么撕了呢 这包袋是拿钱买的 凑个热门 看看小娘子就得了 花家那么晦气 我 我可不想贴在家里 你敢 不过呀 她要是肯做我的外事 那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说得也是好 走 我也不要 跟花家扯上关系 那能是桃花 那是不仁神 走 我 怎么着 看个花公吧 来 瞧瞧 瞧瞧 你来一个 你来一个 那我来 别醒了 他们只是无聊 在做东西 来 瞧瞧这个 他们为无聊不为挣钱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你到底买不买啊 不买就别打扰我们看小娘子啊 不不吃啊 不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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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神奇再次受假了 你那日说 我们本局没什么关系 不是的 我神奇钦佩你 敬重你 从第一次在同江不遇见你时 就是如此 哪怕你不是华夏人 哪怕你不是女儿身 我也想同你做朋友 做知己 当然可以啊 真是情深益重啊 继续 快点 乱我了 四肢 有个情报 以后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 不用再给我送过来 是啊 四肢 去 买个套服 元日要贴的 是 门下流布 来来来来来 王后退啊 请问城中的药房怎么走 你不认得我 你是抄了我家的人 那你还来问我 花家戴罪 我问他们 他们要么不敢说 要么就胡乱骗我 所以我只能问你了 你不怕我 是啊 每次你都不怕 我们花家已如楼一草剑 你们七秀司奉旨办案 一直谨定我们 是不屑杀我 也不能杀我 看来 今日获利颇丰啊 你看啊 那条巷子 左轨 看见实施则就是了 你 pregunt回个官员 你听说沈大郎同你定过亲 听说沈大郎同你定过亲 就开始抛头露面 自暴自弃了吗 若抛头露面便是自暴自弃 那你整日遮着脸 避着人 连天光也不见 那你岂不是天下第一贤书首领 方才还看到沈大郎来买你的桃符 真是对苦命鸳鸯啊 听叫人唏嘘的 我与沈家早无瓜葛 沈大郎买了 满城的人也买了 难道都与花家有关系吗 这么着急撇清关系干嘛 想护着他 你恨我吗 于思 你我素不相识 于公 你和我祖父同为朝臣 阁下拾君之路 花家成君之怒 只是不知来日这雷霆之怒 会不会落在你头上 这桃符什么意思 你不识字 只认得一半 什么叫只认得一半 上半句我认得 是宋言卿的家具 下松山习多所思 邪家人稀不迟迟 松坚明月长如此 君在游西复何时 如此情景被你下半句一称 风雅全无了 眼下既无明月也无佳人 四十你的马车是坏了吗 行得如此迟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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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 你也不应该丢下姑娘 一个人回来呀 我咋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是姑娘让我先回来 给你们送吃的呢 你说我 姑娘回来了 姑娘 姑娘 把东西都扳下来吧 姑娘 你没事吧 这吃的用的都有了 老夫人的药也抓了 怎么还是不高兴啊 纸儿 纸仙 这些都是你这么会来的 至少不用饿着肚子给我出息了 来来 快扳 老夫人 多喝些热汤 今日这汤里竟还有肉呢 都吃吧啊 这外人哥以前 连家里的狗都不吃 现在倒成了稀罕物 我 李哥 今天有肉 得多吃点 真香 可不是嘛 现在闻到这一丝丝的肉味 竟像是过年了 二省娘 你糊涂了 今天正式出息啊 是吗 那也不知 老太爷跟老爷们 能不能吃上烤热饭啊 好想再吃一顿团圆饭 哪怕不宜素食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好 哥好好吃饭 别造进着芷儿的力气 快吃吧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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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芷儿 你累坏了吧 四婶 我今天留了五文钱 给你买了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剑梅子 剑梅子 老夫人配药的一堂还剩下些 姑娘上次带回来的果子 我试着用糖煎了煎 四夫人快尝尝 好吃啊 花质 你尝尝 太酸了 好吃的 我不哄你 福冬 好 你这手点石成精了 好吃 要我说啊 这比药剑的煎梅子还好吃些 那梅子一包要五文钱呢 你现在知道要五文钱了 若是福冬用心做 只怕药剑要关门 四夫人若是爱吃 我倒是可以照着药剑的口味做来试试 只是不知这些红果是哪里来的 这庄子往东三里地有一片林子 竟是红果子 你若再去摘 记得带些吃时 那里住了一个孤寡老狱 好 一老一小的 摘也摘不了 卖也卖不掉 这才留到冬天 便宜了咱们 现在这天底下可怜人可真多 如今又多了咱们这一大家 过来呀 来 大姑娘 这会儿可有空闲 三夫人请说 先下去吧 我是昨日才知道 什么叫听见同前想 如听神仙音呢 你是知道的 从前府里 就属灵儿的字写得最好 下回带上你的小妹妹 一起写桃符去 我不去 我当时什么事呢 亏你也深得 你失礼簪音之家 这等当街卖货的仇事 连我两个丫鬟都羞于做 今日我便把话说明白了 我宁愿饿死 也不赚这臭钱 读了几句书 难不成就能吃风扼烟吗 我怎么就生了你 这么个油烟不尽的丫头 你不写是吧 不是有现成的吗 娘 这是我的早上西行处 你别动它 你 你别动它 什么西行东行 吃了这么多天的西北风 这玩意儿什么时候顶过宝 倒不如交给你大姐姐 卖几个大钱 好歹不让动皮闹饥荒 给我 你给我 你 你 今天我真的烧得还不满呢 好啊 你烧啊 你烧 你烧 你烧啊 你有这个气性就把它全烧了 今天不断了你这个念想 就怕你以后 你们心死全掉死在这些闲事上 闲事 你从前夫人就吹询我多能有才学 无论我怎么劝你你都不听 今日你倒是说了实话了 你压根从没觉得我有什么长处 只能我你自个临上天气 你 三夫人 元日今日就过完了 过了节庆 无论是陶府还是自画 多半就冷了 我也是趁着花架摆摊的噱头 等新鲜过去了 只怕无人问津 这不是长久之计 花铃也不必掺和进来 这个死丫头 转多转赏 总算是有镜像 年事过了 可是以后吃什么呀 赚钱的事情多如牛毛 只怕三夫人不肯 这丫头 我未出隔时 可是拨惯了算盘的 我做过的买卖 比你惯过的都要多 你个小丫头 就不必指点我了 只是 经商终究是下流行当 一时救急还行 若是把它当成长久之计 恐怕只自甘下见呀 不忍说是那边就是 姑娘 沈郎君来了 沈郎君 你来了 蔡夫人 刚得的消息 大理寺已审结 先生他们 拒无性命之友 上天保药 审结之后 花家男丁就要分批押解 流放北地 今日庞之都已出发 三日后一早 先生他们就要被押解出城了 我 有个十里亭 凡是流放之人 会在亭中停留片刻 看验身份 若要相见便在此处了 只是 去不了许多人 这多两三人 不然恐怕差人不许相见 好 多谢沈郎君相告 我马上去找老夫人商量 老师 我不便在此夺留 三日后一早 我会在竹林外乡后 接上三位女眷 前往十里廷相见 若有什么要烧给她们的 一并带去吧 我听闻 北地滴水沉变 四五月里 血伤未容 寡人向来未寒 如今这节气北上 如何受得了 可何况老太爷呢 芷儿昨日采买 记得运了些布皮回来 是 快要开春了 本想给大家才单一用的 不 把那些布皮都拿来吧 做成医药 记得一定要宽大些 先前沈郎君买的那些也拿来 把它拆了 里面的棉絮掏出来 续成后衣 你再带上几个丫鬟 多买些针线回来 越结实越好 是 除去自家的男丁 庞系的男丁也千万不能忘了 他们的家眷 多半得不到消息 准备不了神了 三日之内 无论如何 要做出四十三件免疫出来 我们花家的男丁 一个也不能冻死在那边 是 老夫人 棉胎不要都掏尽了 要薄薄地接坐三层 留一层在里头 不然爷们没冻死 咱们倒都冻死了 知道吗 是 若是知道啊 哪些是给老爷们弄的 我就给他扑得厚厚的 我的姐姐 你糊涂了 那老爷们呢 自然由夫人们逢啊 什么时候轮得上你我了 咱们这些活呀 都是给庞遮男丁红的 裕珠 弘磊 莲叮 你们三个随我来 是 人呢 都没长眼睛了 快来帮忙啊 本座人 你要弄了什么好东西回来 这么多 玩钱好香啊 他们爷儿几个快要上路了 能不能回来还未可知 总不能让他们空着肚子上路吧 我进了趟城 买了张继的制洋肉 盛继的烧鸡 还有几摊土酥酒 母亲 你哪来钱买这些啊 我把玉珠 还有你的那两个丫鬟给卖了 什么 莲油红类 他们跟我这么久 你凭什么不经过我同意 就把他们卖了 你们都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这些丫鬟本来就是我买的 现在卖身器在我手里 如今一时走投无路 把他们卖了又有什么不可 思前想后我想明白了 与其都窝在一起受罪 偷的偷 跑的跑 倒不如都交给人牙子 一个整齐的丫鬟 卖了钱 可以供一家老小吃上半月 邓维在这里看什么 搬进去呀 福东 你是我的人不是三夫人的 别怕 可我的妻子还在三夫人呢 姑娘 我是轮了好几手 侥幸遇到大夫人 这样菩萨般的储家 还能活到今日的 若是再被发卖出去 定然是没有迷惑了 来 我来吧 少阳 今天开心吗 我 我跟父亲说过了 以后再也不会有郎中来了 连他们也不来了吗 连他们 郎中来 我还可以同他们吵架 郎中要是不来 我能跟谁说话呢 我 猫又不会说话 是啊 是不是 萧姨这么忙 应该也没时间陪你 那那些丫鬟呢 可有你喜欢的 嗯 那等个忙完 每天都来陪你 好不好 我每日又能陪他几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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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命啊 别怕 我去看看 老命啊 见过世子 怎么回事 这些奴婢对先王妃不敬 小的封命整顿王府 如何不敬 你要奉谁的命 这些嚼舌议论 小的哪敢再说第二遍 是萧王妃实在看不过去 这才让小的处置 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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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 好 那可是凌王府 您倒是来去自如 我们要是被逮的呢就 那就别让人逮着了 今晚就去 照我说的做 是 博语长得这么快 都不知道能穿多久 三嫂 我这儿还剩些免絮 给博语添上吧 孩子受不得动 拿着 这 这 这橘子哪里来的 我昨日进城买东西 见证了卖橘子的小贩 本来想买几个回来 又舍不得那钱 我心里难受 就要跟着那个小贩 走了很远的路 你猜怎么着 从她的担子里 掉出来了一只 我赶紧捡起来 从前在府里 谁稀爱吃橘子 不说这些了 赶紧吃了吧 不不不 我 我吃她做什么 这死丫头 打量我不知道啊 成日跟纸丫头在那边 鬼鬼祟祟 背着人呕酸水 我也是过来人 这就是一回生 二回熟的事 赶紧吃了吧 三嫂 我真不要 浮东给我做了好些炒红果 够吃了 朵儿最小 给朵儿吃吧 她在换牙 吃不得酸 三嫂 我真的不吃 谢谢三嫂 明日被玩一则梦子 才能吃一颗 好不容易从府里带出来的 这以后啊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进来 二嫂 给你们家玻璃吃吧 整日被押制背书 可怜劲儿的 大嫂 你家玻璃比玻璃大 让一让她啊 应该的 他一个小哥 哪怕悬梁刺骨的苦毒 也是应该的 不用了 拿着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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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你怎么还留了钱呀 咱们苦一苦没什么 就算去要饭也活的 这些从押缝里 审出来的银子 得先紧着爷们用 这人都说 穷家妇孺 山高路远的 他们好歹 得有些银子帮审吧 所以 我是想 把这些银子 缝在衣服里面 给他们送去 你也有 前几日 指儿给我的 我们娘俩也就这么多了 那 要不要跟他们指挥一声 千万不可 这件老夫人 让咱们交钱 咱们都死死捂着 这些如今 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你要怎么说呢 二嫂 我听你的 娘娘 你可是好人的啊 人家都山上 你可千万千万别来找我 哈哈哈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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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阎王帝 饶命个 饶命个 陈景 你去外边守着 别让任何人进来 是 你 你是 你是世子 你既认得我 便是王府中人了 你叫什么 世子饶命 奴才姓董在府上的扇房当差 你为何要在我母亲院中粉纸燃香 还泼狗血 老奴 老奴对不起娘娘啊 老奴上了年纪 明年便要离开王府 可这些年老奴夜夜做恶梦 老奴 生哈娘的冤魂前来锁命 迫不得已 才行此下作之事 说清楚 你如何对不起她 那是 正是上缘节 湖里到处都是人 一直热闹的深夜 谁有王府的住处寂静无人 我偷了几件银器 无数可藏便来到娘娘的院外 我是想着掀埋在那儿 等风通过来再挖出来麦点 结果突然听到院子里 发出一声哼的响声 不行了 我精心放了个小炮人 紧接着院子里便冒出了火光 我天天娘娘在喊救命 那火刚烧起来的时候 无人知晓 爹 我本来想跑到院门口 看看怎么回事 爹 爹 爹 但是我看到 好些人都要过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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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是吓得要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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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才听说 娘娘没能逃出来 后来我一直在想 若是我当时没跑 是不是就 后来下了场大雨 大火才灭了 娘娘的住处 被烧得漆黑一片 我心里有愧 过了一阵子 便带着香烛前去祭奠 结果我亲眼看到 在那漆黑的砖瓦上 结得一层白霜 那一定是娘的冤魂不散 在 在县灵啊 今日我放你走 但有一点 当年的事 你再好好想想 若想起什么 拉开去这情报 有人会带你来见我 若线索有用 我必有重生 谢世子 谢世子 老农记下了 来人 带他出去 一鞠躬 二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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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鞠躬 家属答谢 徐园 三鞠躬 有些可能 可不可以 蒙道 鉄鞠躬 勿敢 是不是 就幸福 有一天 赶口 去 我 擦擦吧 别替掉衣裳上了 诺 给你 我是跟着花雨时来的 我放在大灵堂上看了好久 那些大人都在装苦 只有你真的在掉眼泪 真弄不明白 王妃是这样好一个人 除了你这个小孩 竟然没人愿意为他掉眼泪 嗯 真的怕 那夜我在院子里迷了路 误闯到这里 王妃非但没有怪罪 还怕一位老嬷嬷送我出去 我母亲向来都知 身边并无嬷 你认错了 她是你母亲 那孩子能随花一阵来凌王府 要么真是同仆 要么是花家子侄 如今也该十八九岁了吧 她见过那个所谓的嬷嬷 她见过那个所谓的嬷嬷 把她送走了 这两天我叫后把她盯紧 花家南丁今日流放 几时出发 老师 大嫂 我找柏林要了双鞋 得给柏玉戴上 这孩子脚嫩 走这么远的路 定然受不了 我谢谢您啊 好 给我放好一点啊 是 夫人 拜沈郎君的车一到 会拦金额 你俩陪我一同去 是 是 是 你个孽障 从前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 今日 你竟敢公然去给花一正送刑 你非要把你祖父 你老子拖累死才甘心吗 走 五荒一秋天 不老一珠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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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落水 鸟吃虫 记忆又飞 心血未观 心里未改 茶叶或粗茧 滋味乃春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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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前夕 才少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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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川南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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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荒一秋天 不老一珠茶 啊 天落水 鸟吃虫 记忆流飞 心血未观 心里未干 啊 茶叶或粗茧 思维乃春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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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前夕 才少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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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川南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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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前夕 才少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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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川南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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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